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第一届坦克升级竞技赛 我们来看一下吧 2.0号选手已经登场 这次我们来看一下 坦克都会有怎样的竞技挑战吧 哇塞 首先登场的是小灰 小灰打出了一枚大炮弹 大炮弹打了出去 小灰呀 迟迟还都没有缓过来呢 蓄力实在是太深了 现在轮到我们的2.0选手啦 我们的小二选手 一枚炮弹直接干掉他 太牛啦 现在更换成了我们的小三角选手 三角选手打出了两枚炮弹 一枚前置一枚后置 而我们的2.0选手呢 则是使用了三炮连击的办法 一枚小炮弹两枚大炮弹 突突突三枚炮弹打了出去 小三角直接被淘汰 现在轮到了我们的火龙选手 火龙选手上来直接发射三枚小炮弹 我们的2.0选手能否抵御得住呢 2.0选手直接使用了四炮连击的办法 哇哦 这四枚炮弹打了出去之后呀 小火龙选手并没有被直接淘汰 又轮到了小火龙选手进行发射攻击的状态了 哇哦 小火龙选手这次打出了两枚炮弹 这对2.0没有造成什么威胁 所以说2.0再次发射导弹 直接爆头 小火龙被淘汰 这位呢就是我们的小鹤选手了 他一出场也是打出了两枚大炮弹 哇塞 这个炮弹威力还挺大的嘛 把我们的2.0的嘴巴直接给打吐鲁皮了 2.0现在发射出了反击炮弹 总共是五枚 哇哦 又是直中脑门的一个炮弹呀 好啦 轮到我们的小牛角登场了 小牛角发射出来了三枚炮弹 一枚主炮弹两枚副炮弹 哇塞 2.0的一枚主炮弹直接被打坏了 只剩下了两枚主炮弹了 当然了 他现在也是使用了一个万箭启发的招数 牛角也被淘汰 欢迎我们的小灰选手啦 小灰选手一出马 我们的2.0选手就要顶不住了 两枚炮弹直接把2.0给干掉了 2.0现在升级紧接成为了3.0 哇塞 虽然是3.0 但是啊 它不只是有三个大炮弹呢 下面的那个炮弹其实也可以列为大炮弹的行列 新一轮的挑战现在开始 小灰登场啦 熟悉的一枚小炮弹打了出来 毕竟它的炮弹也只能称作为小炮弹了 我们的3.0选手呢 直接使用了一个三炮连发 其实是用不到这么强烈的招式的 不过我估计呢 它是想试验一下 好了 我们的小三角登场啦 小三角一枚主炮弹 一枚副炮弹打了出去 两枚炮弹进行夹击 我们的3.0选手完全没有受到什么伤害 并且呢 发出了反击炮弹 打出了四枚炮弹 好了 现在呢 小三角直接被打回了老家 轮到我们的下一位选手啦 下一位就是我们的小火龙选手啦 它呢 打出了三枚炮弹 三枚炮弹打了出去 可以看得到呀 3.0现在呢 打出了四枚炮弹 四枚炮弹直接飞的 咻了一下过去 我们的小火龙呢 还没有被淘汰呢 小火龙还挺能坚持的 现在小火龙打出了三枚炮弹 我去 三枚炮弹打了过来 咱们的3.0直接开炫 撒出了三连炮 哇 这下我们的小火龙就要拜拜了 再见啦 小火龙 送走小火龙迎来了我们的小鹤同学 小鹤同学打出了大炮筒的二连机 就这样 几枚炮弹打了出去 而我们的3.0选手呀 则是打出了三枚大炮弹 外加一枚下只炮弹 这样几枚炮弹打了出去呀 可以看到 我们的小鹤被淘汰了 来来来 有请下一位 这就是我们的小牛角同学啦 牛角同学打出了四枚炮弹 就这样呀 咱们的3.0 有一个炮筒直接被打坏了 我去 那能忍吗 肯定不能忍 3.0直接开启了复仇者模式 小牛角再见 Yay